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由于广西大网红小勇发了四个视频 所以牛哥今天给小勇做第二个点评视频 今天大家也知道小勇和小复到家里已经是第一天了 他们是昨天晚上就到了家里 昨天晚上到家里之后 小复是非常的勤快 他又下厨了 昨天只有四个菜 但是菜也是很丰盛的 昨天好像是一个汤 然后一个烧鸭 还有一个是韭菜鸡蛋 还有一个是炒葫芦 非常的简单 但是昨天小凤的到来 让勇妈是高兴的合不拢嘴 小勇也是心里乐开了花 可见小凤的到来是小勇家里面 又这个就是欢乐和乐闹起来了 然后今天小勇为了让小凤更开心 今天他一大早就带着小凤去镇上去买菜了 今天买来的菜又是大包小包 这个用了一只这个大塑料袋装才装下 今天小勇去这个镇上买了哪些菜呢 这个有一只鸡 有半只鸭肉 还有这个有猪肉 还有有这个水果 有枣汁 有橘子 还有洋葱辣椒 还有和虾 这个小勇的家里面 还有这个菜太多了 牛哥也多想去小勇家里面去乘饭吃了 大家有没有被勾起食欲呢 总的来说 牛哥也是这个实话实说 小勇对于小凤真的是非常的关爱有加 这个关怀备自 大家也知道农村里面其实呢 小勇家里面没有小凤的时候 他们是吃的非常的艰苦朴素 每天这个过年的时候 小勇说最多也只有四个菜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八个菜 但是自从小凤来到家里之后 这个虽然去年小凤刚开始到小勇家里面的时候 小勇家这个伙食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善 但是到了今年就大不一样了 特别是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 小凤到小勇家里面第三次去 这个小勇就开始天天做 天天买菜 然后呢烧五六个菜 最多的时候呢出现了九个菜 就是摆了一桌的菜 然后呢这个让小凤呢吃好喝好玩好 睡好一条龙幅 总体来说呢 小勇呢对于小凤 应该来说呢是非常好的 非常贴心的一个好男人 然后呢这个今天呢 小凤呢也是非常开心的 这个小凤呢他为什么又这个放弃他姐姐那边的喂鸭子和喂猪 的工作来到小勇的家乡呢最主要呢就是啊 我感觉呢有一点忽畅富随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 好像呢这个小勇和小凤呢他们感情呢已经升华了啊 只是呢大家呢就是被小勇小凤啊去打螺丝啊这个幌子呢给这个欺骗了啊 其实大家也知道小勇小凤前两天呢还信誓旦旦说呢这个要去小凤的老爸里面去打螺丝啊 打螺丝呢小勇还说这个让小凤老爸呢给他两万块钱一个月的一个岗位啊给他一个做做 然后呢这个到了昨天晚上小勇小凤呢就已经呢到了桂林平乐了啊 总体来说呢两个人啊真的是这个是这个神行太宝日行八百里啊非常的牛啊啊 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个通过什么方式方法突然这个空降到桂林平乐的啊 但是呢我感觉呢他们应该是事先拍好了视频 然后呢这个每天发就可以呢达到了一个日行八百里这么一个神奇的效果啊 总体来说呢他们这个啊就是把回家啊就是回桂林的视频呢没有拍啊 只不过呢就利用了一个时间差啊每天呢都在发库存的视频 才会呢这个导致呢就是网友们和粉丝们在不知不觉中呢就已经被他们欺骗到了啊 当然他们欺骗网友们和粉丝们啊也没有什么恶意啊 大家呢还是非常理解他们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说完了今天吃的喝的啊啊 今天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啊 小勇的老爸呢原来呢也是一个抓这个蜜蜂的高手啊 我感觉呢那个小勇说这个他老爸呢从山上面啊挖了一个这个蜜蜂的窝 其实呢那个不应该叫蜜蜂的巢啊 那应该叫黄蜂啊叫土蜂 这种土蜂啊这种啊是非常厉害的 有一种杀人蜂呢叫虎头蜂 这种蜂如果这个你一下子被人叮咬二十多下啊 能当场就会休克啊过敏休克 可见呢杀人蜂名不虚传 然后呢这个小勇的老爸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啊 非常的牛啊这个小勇老爸这个人老心不老啊 这个干活呢比年轻的还要类似啊 这个竟然呢就是啊抓住了这一大窝的这个土蜂啊 应该来说呢有点像这个虎头蜂啊 然后呢这个小勇的老爸呢把这些这个啊已经这个长大成型的这种啊虎头蜂呢啊 全部呢给他是用烟熏死了吧应该是用烟熏死的 然后呢准备呢就是拿来泡酒 听说呢这个啊土蜂啊泡成的酒啊可以自风湿病啊 也不知道真还是假 但是呢这个不光就是在广西有这个风暑习惯 其实呢在全国各地啊都有这么一个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偏方 说呢只要呢把这些啊虎头蜂泡进酒里面泡出来的酒就可以治疗风湿病啊 非常的神奇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重点 这个啊小勇的老爸呢这个拿来了一个大的这个蜂巢嘛 这个蜂巢这个层层叠叠啊 非常神奇非常大的一个蜂巢 这个蜂巢里面呢还有很多呢没有孵化出来的这些虎头蜂 这些虎头蜂啊这个就是蜂涌啊 很多人说蜂涌非常的恶心 就像一个超大号的鞠啊 确实呢像一个超大号的鞠 但是呢这个鞠啊 这个是这个土蜂啊 应该来说呢非常的美味 蛋白质啊特别特别的高啊 重点来了 然后怎么吃呢 其实呢很简单 大家呢看过不少的这个美食主播做的节目啊 他们呢就有一道菜叫做呢油炸土蜂啊 这个把这些蜂涌呢 就是放进高温 放进这个已经沸腾的油锅里面啊 就是炸油锅炸出来之后呢 炸的金黄很脆的时候呢 再放点这个胡椒粉啊 放点辣椒面啊 再放点味精啊 这个谁个人的这个爱好啊 就是爱好就放点调料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可以一口一个嘎崩萃啊 如果呢喝酒的人呢在这个啊 密一口小酒啊 或者呢这个配上饮料啊 都是绝佳的一道美味佳肴啊 比那个这个就是皇宫里面的三珍海味 还要呢就是难得可贵啊 因为这种就是虎头风啊 这种就是巢穴很难呢发现 而且发现了之后呢 还必须呢要有专业的工具啊 要有技术啊 你不能说随便普通人都能去抓这种虎头风啊 到时候啊反而呢 偷鸡不成啊 一把米到时候呢 你把小命啊 这个料在那边都是很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曾经呢就有人呢 就是没有穿防护服 就拿了一个火把啊 去熏一个超级大的这个虎头风的巢穴 结果呢 这里面的虎头风呢 被惊吓 受到惊吓之后呢 寻找呢 就是这个攻击人啊 然后呢 那个就是去想去这个抓蜂蜂的那个人呢 结果呢就冰了 被叮咬了这个十多口啊 最后啊就是差点的小命误呼啊 最后呢 还是送这个ICU抢救才抢救过来的 所以说啊 这个虎头风啊 不愧呢 是这个真正的杀人风啊 大家呢 如果看见了这种大的这种巢穴啊 这个就是虎头风的巢穴 千万呢 不要随意的去抓啊 我们没有那个本事啊 没有金刚钻 不然磁器活啊 然后呢 今天呢 小风呢 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这个虎头风 虎头风的巢穴 然后呢 他问小勇说这个虎头风值不值钱 小勇说啊 这个虎头风啊 太值钱了啊 就是长大成型的这些虎头风 泡酒 泡出来的酒啊 这个就价格翻翻翻好几倍啊 还有呢 就是这些蜂蜂啊 特别是这些蜂蜂啊 爱吃的人啊 特别爱吃 而且呢 还惨不到 不是说这个你想吃就有的啊 有时候呢 那你去赶集 赶集的时候呢 也许会有 但是一般呢 就是啊 都是不卖的啊 像这个牛哥呢 老爸呢 曾经呢 也这个好几年前了啊 可能呢 是十多年前吧 也曾经呢 有幸呢 就是挖到了一个非常小啊 可能只有这么小的一个啊 这么小的一个这个啊 虎头风的巢穴啊 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蜂蜂 但是呢 那时候呢 我记得呢 我老爸呢 也没有给我吃蜂蜂啊 太可惜了啊 这些蜂蜂啊 一般来说呢 就是生活在农村的人才有机会抓到 城里面呢 是很难有这种机会的 抓到之后呢 这个一般呢 都是不会来卖的 也有人呢 就是会卖了换钱啊 换成其他的啊 吃喝拉撒用的食品啊 啊 这个小泳说呢 这种蜂蜂啊 它呢 是这个非常值钱的啊 最便宜呢 60块钱 60块钱去卖 大家抢着买啊 一般呢 是80块钱 80块钱呢 也是这个啊 就是供货 这个就是供货供不过来 这个买的人太多了啊 还有呢 100块钱 你如果喊个100块钱啊 也有人买啊 那你就只能在街上呢 就是多待一会儿 肯定呢 会有人买的 总体来说呢 小泳说呢 这个蜂蜂啊 总共呢 是重156斤啊 里面的这些蜂蜂啊 我估计呢 可能有一半的啊 一半的重量啊 可能有七八斤的蜂蜂 所以说呢 今天的这个小泳啊 这个晚上啊 应该有口服了啊 这么多的蜂蜂 炸一炸啊 那是非常的美味 我估计呢 小泳明天的视频里面啊 就会拍出来这些蜂蜂啊 油炸之后的啊 那种啊 就是啊 就是焦黄啊 香脆的那种产面就能出来了啊 啊 还有呢 这个大家这个在最后啊 视频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呢 就是提醒一下啊 虎头峰啊 啊 是这个中国啊 就是范围呢 是很广的 然后呢 大家呢 看见虎头峰 虎头峰呢 他一般呢 他有这么这么长啊 应该来说呢 是有三到四厘米长啊 是这个蜜蜂的这个长度的三倍左右啊 所以说啊 这种虎头峰啊 大家呢 看见了之后啊 千万呢 不要随意的去招了他们 一旦呢 招了他们 你呢 会受到致命的攻击啊 轻呢 轻则呢 你是疼痛不已啊 疼痛好几天 重则啊 就要进ICU抢救了啊 甚至呢 会发生过敏和休克啊 所以说 大家呢 不要学小泳的老爸啊 去随意的去啊 这个农村的山上面 去抓虎头峰 到时候呢 这个偷鸡不成 反而十一八米啊 没有技术啊 就不要去抓 抓了之后呢 会让你后悔一辈子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 那就拍到这了 大家对于这个小泳老爸 搞了一个大的这个蜂巢啊 大家对于这个里面的这些蜂蜂啊 大家敢不敢吃呢 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麻烦大家长按点赞五秒钟 给我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看